大家好,欢迎收看7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十一玉兰 首先来看到花莲县政府20号上午是在玉璃镇中正堂办理了县长清明时间 县长徐振卫一早就前往南区来关心 徐振卫表示,由于南区有服务中心以及玉璃镇公所 也都有积极的办理民众的诉求 所以案件量是越来越少 不过县政府各区处首长也都会持续的来处理解决 花莲县政府20号上午在玉璃镇中正堂办理清明时间 县长徐振卫一早就前往南区关心 徐振卫表示,由于南区有服务中心以及玉璃镇公所 也都有积极办理民众诉求 所以案件量越来越少 不过徐振卫表示,清明时间各区处首长也都会持续来办理解决民众问题 案件的数量非常简单,到十件以下五件以下 所以第一个,我想谢谢所有的 但是我想有这么多的局处首长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事物要注意 所以现在要还有半个小时 我想是不是就请新年处留几个人 在这个现场 让我们请首长都可以先回到办公室去处理公布 一直以来透过面对面沟通 来解决民众的成年计案 疑难杂症 以及倾听民众隐藏内心的困难等等 期盼透过清明时间的对谈 拉近民众与政府间的距离 提升为民服务的品质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